看了这条视频 您不但能学会米其林酒店的 绝味醉熏鱼 还能掌握如何让鱼肉 不粘不散的技巧 绝味醉熏鱼 这主料啊 咱用草鱼 这草鱼咱给它去骨起肉 直接抹到下块 切好的鱼肉啊 咱加入盐 这盐的量啊 可以多一点 咱把它抓揉一下 这样呢 可以很好地去除 鱼皮表面的粘液 以及鱼肉当中 这些红色部分的血水 直接加清水 看看这个鱼洗出来的效果 现在水已经非常浑浊了 粉后浇洗两次 来 再来一次 再洗一次 这会儿就可以看到 鱼肉非常透亮了 而且这样呢 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 去腥的效果 来 咱把这鱼肉冲洗一下 要想让这鱼肉不粘连啊 第一 咱要把它表面的水分 要给它吸干 用厨房纸 把鱼表面的水分 蘸干 这鱼肉呢 咱现在已经把水分蘸干了 如何让这鱼肉炸至之后 不粘连 这里边啊 有一关键点 来 咱先腌制 一点点的红酒 胡椒粉 为了让它很好的上色 同时也入味 稍微的来上一个勺尖的生抽 腌制的过程当中 千万千万别加盐 如果加了盐之后 这鱼一炸 很容易让鱼皮 就形成粘连的效果 好 鱼肉呢 我们就腌制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咱准备一些配料 胡萝卜 番茄啊 咱分别把它切碎 大葱 姜片 大蒜 好了 所有食材都准备好了 开火 锅里边来点底油 下入葱 姜 蒜 熟萝卜和西红柿 加入一颗八角 一块桂皮 一片香叶 再来这么一小撮小浑香 加入一些番茄沙丝 调个颜色 保持大火啊 一定要把它这个红色炒出来 直接加水 加入一勺的海鲜酱 半勺的蚝油 一勺尖的五香粉 盐 十五六粒的冰糖 三勺酱油 这汁啊调好味道之后 需要有一个煲煮的过程啊 这过程呢实际上就是让这个料的香味全都出来的同时 让那汤汁自然的收浓 这汁啊咱放旁边熬着啊 这边咱再起一锅 炸鱼 油温啊 这鱼复炸之后捞起来 趁着这个热服劲 直接下汁 这鱼一定要趁热下到这个汁当中 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将这鱼肉吸满汤汁 浸泡上五六分钟 才就可以装袍了 这汁呢 其实我们可以提前熬好啊 每次吃的时候 只需要炸鱼 然后呢 这汁凉的就可以 好呀